今天是下午的4点钟 刚出摊就来一位男顾客 这位大哥手一指要拌吃盐水鸭 大哥嘱咐要小拌 大拌有可能吃不完 大哥说了家里面人少 先把鸭子一分为二 然后把鸭屁股给去掉 这里我留下一个伏笔 请大家接着往后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鸭子往侧上一侧 居然我按出了吃鸡肉的夹子 大哥还问我多少钱 我说测案错了 只能重给你撑一下 16块2 16块钱 如果按照猪土肉价格称的话 起步也得小30 咱做这点小生意 主要靠的就是诚信 想要做好小生意 首先先学会做人 贪图小便宜 永远都会吃大亏 我始终认为吃亏就是福 这时候鸭子已经快剁好了 我问大哥辣椒蒜要不要放 大哥说了 单打料包家里面都不能吃辣 鸭子已经剁完正准备包起来 大哥这时候已经把钱掏出来了 准备结账 由于是第一份生意 所有的工具都还没有准备好 正在包料包的空隙 大哥问我鸡爪怎么卖的 我说阿沙一斤 大哥让我再给他拿点不辣的鸡爪 就在这时候 大哥的一句话 就可以看出他的口味有多重 最后的肯定我也没吃 那个 我吃 好 我喜欢吃 好 这个要求还快特殊 我又喜欢吃这个 好 他们都比较 大哥的口味不光重 而且要求比较特殊 拿完鸡爪 大哥问我有多少个鸡爪 我数了一下 大概六七个 我吃上放的工夫 我又仔细熟了一下 总共是七个鸡爪 大哥说有点多 再拿点一个吧 六个鸡爪 总共九块二 九块钱 九块二 九块钱 大哥一边数钱 我一边装菜 千万不要把大哥的屁股给忘了 哦 不对 是大哥要的鸭屁股 我摆摊这么多年 从来还没有见过口味这么重的人 就喜欢吃鸭屁股 幸亏大哥来得早 要是我快收摊的时候再来 可能多给他一点 来 快跑 小心